当年苏氏挂掉就是因为没有温度计 老苏 外面会中暑 我怕你耗不住啊 我就不行这个歇了 我偏要出去 结果没走多远 苏氏就得了热射病 美食丛子对他永远说白白 烦死了 要是有温度计我就不出去了 其实古代还真有温度计 拿出一个瓶子往里倒完水 水结冰意味着冬天 水月变浅意味着夏天 这算哪门子温度计啊 你是要帮我气活吗 别吵气 稳住 我们还可以请场外援助啊 五星级茶叶品鉴师陆宇 经过多年时间 总结出了一套 用海鲜衡量水温的标准 老哥 你这茶难道是海鲜茶 不 我只是用海鲜来测量温度 把一壶水放到太阳底下 水里会出现瞎眼睛一样大的气泡 接着气泡变大 升级成了螃蟹眼睛 最后连成一串 变成更大的鱼眼睛浮出水面 这个时候 大家就能一起进入烧烤模式了 哇 的确有一套 谈谈谈走文言文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